歡迎收看 週一到週五晚間 8點鐘的就是娛樂就是要健康 我是一霈 我們今天呢 在攝影棚裡面 可以說是星光閃閃 來了這兩位歌手 可以說是歌喉 真的是非常好 而且喔 兩位其中有一位 尤其是男生 聽說很厲害主持人 真的假的 待會兒一定要來看看 她的手藝怎麼樣 當然是要先恭喜我們的 謝金晶發專輯了 謝謝 大家好 我是謝金晶 恭喜 發行了新專輯 發行了新專輯之後呢 其實裡面有跟一個金曲歌王 一起合唱對不對 這個人趕快介紹出來 好 那我們歡迎金曲歌王 吳麗友大哥 哈囉 就是娛樂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宜佩好 麗友哥好久不見 每次看到你都會有新作品 你怎麼會這樣子 賺錢賺不累 賺錢 賺錢哪有人嫌累的 真的 當然發新專輯一定要好好聊聊 不過我要先把我朋友介紹出來 我們歡迎營養師劉怡玲 哈囉 大家好 今天這次發的那個專輯 裡面那個歌曲是跟 翁麗友大哥唱的是哪一首歌 為你大心肝 就是我的專輯同名名稱 為你大心肝 而且聽說這首歌也是現在 應該說賀歲片 賀歲片 大吊歌 爸爸的電影 對 爸爸的賀歲片大吊歌 裡面的主題曲 所以今天的專輯 可以聽到不一樣的版本 在電影裡面也可以聽到 不一樣的版本 電影的版本它是比較自由的 比較free的 對 就是只能在電影院聽到 然後搭配劇情 然後那個編曲也非常的輕柔 只有鋼琴 然後有一點比較創新口白式的唱法 真的 對 那同樣的曲 同樣的詞 再變成比較傳統的編法 對 是比較澎湃的 對 然後比較 立友哥教了我很多唱功的部分 在這個公司的這個版本 晶晶 聽說 你有做菜給爸爸吃 對 平常自己有做菜的習慣 然後之前也有滷過豬腳給爸爸吃 對 然後還有 有時候可能朋友來家裡面 對 也會簡單的做一些 例如義大利麵 比較適合大家一起吃的料理這樣 所以你平常常常下廚嗎 其實我也沒有常常下廚 但是自從就是有時候上節目 會做菜 然後就發現其實自己對做菜 還滿有興趣的 那爸爸吃到你親手做的料理 覺得甘好吃 他那一天吃到那個豬腳 他就是整個全部沾的都是 然後回去我就問他說 你嘴巴有沒有黏在一起 然後膠質很多 膠質太多了 然後我就看他嘴巴全部都黏在一起 這樣子 然後就趕快請化妝師放在補一下 可是他是說他第一次吃到我做的豬腳 覺得很感動 拜託 第一次做到女兒吃的東西 都馬覺得很感動 對 利爾哥是因為還沒小孩 對不對 對 利爾哥會豬家嗎 因為我對這個金牛座 金牛座對美食都特別的講究 金牛座特愛吃美食 你看看邰哥就好 他不但特愛吃還特愛挑剔 他愛出書對不對 哪邊有好吃的 所以我就很奇怪 對於那一種煮東西的那種 調味的那一種 好像比較敏感 不過你到底有沒有 譬如說先問津津好了 你有不喜歡吃或是挑剔 不愛吃的東西嗎 其實我不太挑食 但是因為就是不太喜歡吃 重口味的東西 然後有一個東西 我就是真的不敢吃 就是雞皮 尤其是炸的雞皮 因為有一次 因為我們有時候去逛夜市 就買鹹酥雞 然後大家一起挑 雖然我不吃 但是朋友愛吃 然後我們就走著走著 他就餵我一個 他也不曉得他插到什麼 我就直接餵我 然後結果一咬下去是雞皮 我直接當場就在夜市的 逛夜市的路上 就直接吐了 直接吐地上 不是我吐出來 你吐出來 我不是把那個東西吐出來 我是吐了 因為很反胃 因為我也不敢吃那個三層肉 那個東坡肉 他不敢吃肥肉 其實他應該是不敢吃脂肪 對 脂肪含量很高的 然後比如說掛包 如果有肥肉 我就也不敢吃 我就點瘦肉就好了 對 我就只能吃全瘦 就那一次就很尷尬 他就餵我完之後 我就整個吐了一滴 而且重點是 怡里也會覺得說 精英不吃雞皮滿好的 因為雞皮熱量很高 應該就是他不吃這種膠量 不敢吃脂肪 但是翁立友大哥不敢吃什麼 這輩子怎麼會有人 發明那種食物 我最討厭納豆 來 我們Call out給納豆 你幹嘛討厭他 大豆得罪你是不是 他沒有請你去吃他燒肉店的 不是那個納豆 不是那個納豆 食物的納豆 納豆跟 藝人那個納豆跟我多好對不對 跟你很好是不是 你們試一下多好 我喜歡納豆這個藝人 但是我不喜歡這個食物納豆 我也不喜歡 怎麼會有 人間怎麼會有這種東西 納豆營養價值很高 而且日本人都很愛 日本人長壽 然後心血管 營養價值高的東西有很多 不一定要吃這個東西 你吃豆腐就好了 你知道嗎 對不對 是不是 你是不喜歡他的 黏黏黏 還是說不喜歡他的味道 我不喜歡他的全部 反正就是都不喜歡 你有吃過嗎 重點是你沒吃過 你怎麼可以討厭他 就是我有一次上那個 憲哥跟侯佩晨 佩晨主持的節目 然後呢 好像玩遊戲輸了 輸了我要吃 可是我就最討厭的 製作當然很壞心 就是專挑我最討厭的食物 要叫我吃 憲哥人很好 就說 這樣好了 你那麼喜歡那個 對不對 我就叫佩晨來餵你 美女餵你吃可以了吧 這世界上有幾個男人 可以讓侯佩晨餵他吃東西 真的就是 你知道就是 就是很難去抉擇 你知道嗎 真的就叫我嘴巴張開嗎 對 就往我嘴巴裡面送 你看那個 臉 畫面 眼前這一個是爵士大美女 對 她餵你吃你最討厭的食物 然後就把她送進去之後 然後我就看著侯佩晨 我竟然當著她的麵 就開始吐了 真的假的 天啊 我覺得這輩子真的是 真的是最丟臉就那一次 我覺得那是你人生中的汙點 汙點 你怎麼可以在這麼大的大美女 吃之前 然後給人家吐出來 吐出來 然後還吐到流眼淚 那就是你人生第一次吃納豆 也是最後一次了 沒錯 我們現在如果 我們今天如果PK輸的人 我們其實有準備納豆 對 可以加一點醬油 或是那個山葵 我們會幫你加一點醬油 哇塞味 哇塞味有沒有 去蓋掉那個味道 對 因為我們瑞稿的時候 就說你不喜歡吃納豆 我們今天PK 輸了要處罰 其實宜佩妳 其實妳既侯佩晨之後 我覺得第二位 讓我很欣賞的女人就是妳 真的 我不希望 我不希望這麼美好的一個 鬼在納豆好不好 不是 我今天真的衝著妳拿 因為妳知道 我很多朋友說 妳要去宜佩那邊 好羨慕喔 她是我們心目中的女神 心地又好 對不對 長得又漂亮 我心地超好 可是妳知道 一直加碼的是柏宇哥 剛剛在旁邊一直跟你聊天 其實她已經去準備納豆 妳都不知道她有多壞心 那妳就認真贏就好啦 好 對 對嘛 妳幹嘛要把自己想做機會 是 以禮 以禮 對 妳今天就 妳今天妳要幫我 不是 投票 投票 投票是四個小孩 妳的命運決定在小孩身上 是很難控制的小孩 裡面有幾個是妳生的 沒有 我沒有 好 但妳今天就要努力 那我們就要來看看 我們今天的特選食材是海帶 海帶很多人都知道 其實滿健康營養 但是前一陣子 竟然有一個新聞說 有不肖的業者跟商人 竟然用工業原料去浸泡海帶 有些人就想說 這好恐怖 如果說我們自己買乾的海帶 回來自己泡的話 其實是最安全 但是要怎麼泡海帶呢 下面這則新聞教你 會危害人體 要怎麼洗才乾淨 它這個東西是他們 天然乾燥成的 所以妳洗一下好了 沒環漏 因為海帶上的白霜 是植物鹼經過風化 形成的甘露醇 研究證明 能夠降血壓 利尿消腫 所以洗海帶的時候 可以不用過度清洗 海帶洗好之後 接下來就是要泡軟 如果你是用熱水來泡海帶 大約30分鐘就可以 但如果你用的是冷水 時間要拉長大約一個小時 這個時候你用手指來摸摸看 如果指甲掐得下去 這個軟度就可以了 或是在泡水的時候 加入小蘇打粉 或滴幾滴醋 都能夠加速海帶軟化 專業主廚教我們 自己泡的海帶最適合來煮湯 只要用海帶和洋蔥下去熬煮高湯 大約一個小時再放進自己喜歡的蔬菜 海鮮 就是超級澎湃的昆布火鍋 只有連專業主廚都說 用肉鹽很難分辨化工海帶和自然海帶 如果想吃了健康 花一點時間買乾海帶回家泡 其實一點都不難 記者聯繫問陳思源台中 採訪報導 想要吃到健康的海帶 然後又不想要說外面添加一些有的沒的 你就是看剛剛那則新聞 可以學著自己在家泡海帶 不過大家就想說 海帶其實好像有很多營養對不對 對 其實海帶 它對小朋友來講是很好的蔬菜 因為其實它量不用吃太多 它大概是兩條 就等於我們一碗菜的那個蔬菜的量 兩條就有一碗菜 像外面那種切料有沒有 你去吃辣米有沒有 切兩條海帶 其實對小朋友來講一餐就足夠了 對 所以其實海帶本身膳食纖維也高 然後另外它有兩個好處 一個就是它裡面有一個叫做點 點這個礦物質 這個礦物質 其實在媽媽懷孕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建議媽媽 要可以吃海帶 為什麼 因為媽媽如果缺點的話 懷孕的媽媽缺點 生出來的小孩 有可能有機率會變成呆小症 呆什麼 呆小症 呆小症意思就是顧名思義就是 如果母體缺點 你生出來的小朋友 會又呆又小 就影響到智力 影響到身高 我怎麼覺得呆小症 感覺好像是在罵一個人的那種 不好聽 沒有 它是其實是一種疾病 就是說生出來的小朋友 它就是因為媽媽 在懷孕的過程裡面 沒有補充到足夠的點 現在其實很多人 他開始吃一些像那種 有的人他喜歡吃一些高級的鹽 比如說玫瑰鹽或是海鹽 它裡面的點含量很少很少 所以其實這種人如果說平常 如果說媽媽懷孕的時候 其實如果你喜歡吃這種高級的鹽 我們建議可以在飲食裡面加海帶 它就可以補充這個點進來 不然如果不吃高級的鹽 一般的鹽裡面有 一般的鹽裡面都有含點 像我們一般台鹽的 反而是高級鹽的 高級鹽的鹽 幾乎沒有或是很少這樣子 為什麼我們要吃高級的鹽 因為就是高級兩個字 其實有的人都覺得這個 對 它上面都會什麼 法國喜馬拉雅什麼 好像吃得比較好 對 感覺粉紅色的 結果反而沒有 所以一般的鹽比較好 因為口感的問題 其實有一點不太一樣的口感 所以其實建議懷孕的馬 要使用的是一般的食用鹽 如果你真的沒有辦法 覺得你喜歡吃一些海鹽什麼的 你就可以吃海帶 另外海帶裡面 有一個是稀的成分 稀這個成分 稀是一個石頭的 一個稀邊的稀 它是具有很高的抗氧化的成分 所以其實吃海帶也可以養鹽美 了解 好 既然海帶有這麼多的好處 接下來兩位藝人 就要幫我們用海帶這個特選食材 要幫我們PK 那個金金金要端出什麼海帶料理 我今天要做的是 那個金金金要端出什麼海帶料理 我今天要做的是 馬鈴薯海帶可樂餅 馬鈴薯海帶可樂餅 雞蛋海帶捲 我跟你講 你等一下那個 你就把那個 盡量包成上面這個樣子 把海帶捲進去 然後把海帶捲進去 因為如果你海帶捲在外面 當然會喜歡這個 賣相的 黑黑的 小朋友不喜歡 然後喜歡這個蛋 不一定 不一定嗎 不一定 但是因為我們不能以我們的標準 對 現在想要是Update Update 他們一直在讀分 好 今天的四位小小評審 要來介紹一下 Gavin 歡迎Rider Ryan 還有Rachel 好 今天四位小評審 就是你們兩個的小幫手 待會兒你們可以 請他們幫你們拿食材 趕快來進行 我們今天的明星親子料理PK賽 好 接下來我們金曲歌王 立友哥要先來 來做這個海苔雞蛋捲 要用的食材有哪些呢 海苔 雞蛋 熱狗 番茄醬 醋跟鹽 都是小朋友喜歡的 太棒了 我今天派兩位小幫手給你 Ryan跟Rider 兩位可以去幫你拿東西 你幫我拿三顆雞蛋 你幫我拿番茄醬好不好 還有海帶 海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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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雞蛋要放小力一點 雞蛋喔 雞蛋要小心喔 雞蛋在哪裡 小力一點喔 小心喔 小心 小心 好 好有力氣喔 好棒喔 雞蛋 海帶 還有番茄醬 番茄醬 OK 好 那你怎麼做呢 首先那個 海帶 對 要下去汆燙一下 是 然後呢 有一些 有一個小小的撇步 什麼撇步 小小的技巧 撇醬 白醋 把它加到 你 水裡面 對 加下去呢 再放 所以你個人喜歡酸酸的口感 絕對不是 因為海帶它 它是天然的這個 對 棗類 對 所以很硬 對 那你 你加了白醋之後呢 把它拿下去汆燙 對 它會比較軟 比較容易變軟就對了 對 小孩子在吃也會吃得很開心 對 它如果是頂Coco小朋友 可能就不買單 對不對 又有用新良苦 對 好 其實加醋有個好處 因為其實剛剛沒提到 海帶裡面 它其實含鈣量真的不錯 對 所以其實加醋 不只是讓它軟 其實劉哥真的聰明 因為讓鈣質四處 而且讓它吸收率提高 了解 如果說我們想要讓鈣質吸收率提高 可以吃一些酸的東西 對 再加醋 有加醋 了解 加到了 現在要打蛋 你們會打蛋嗎 會 真的還假的 但你先打 好 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為什麼呢 用用 然後加一點點鹽 對… 這是很重要的成績 好 這樣比較有一個鹹鹹 對不對 就不然就會沒有味道 對 就會沒有味道 來一點點鹹味 但你可能不要太多 因為你好像有用熱狗對不對 對 熱狗本身就有鹹了 因為我們用這個 待會兒要做蛋皮 OK 現在我們就要把蛋 煎成蛋皮對不對 對 就是平底鍋 對 對不對 然後把它弄下去之後 然後平底鍋要這樣子 可以示範 對不對 用一些鍋下去 平底鍋這樣 洗… 把它轉一轉 讓它是薄薄的就對了 對… 洗…這樣 是 它就變薄薄的一片 薄薄的一片這樣子 對… OK 用那個筷子 這樣捏起來 這樣一張 好香 這樣子薄薄蛋皮 煎完之後就變這樣對不對 漂亮嗎 你看就是這樣子 很漂亮 厲害… 這樣不漂亮 很漂亮嗎 有沒有漂亮 有 待會兒 這麼漂亮要不要吃 先兩票 已經兩票 不一定 納豆拿去拿掉 沒有 他們每個人都這樣講 是吧 他們最後不一定會投你 這麼小就會欺騙我的感覺 剛剛我們汆燙好的這個海帶 經過加醋之後 你看它的確變軟 變軟軟 不然好像塑膠 對不對 然後 我們要把這個海帶 切成長條形的 切長條形的 對… 切成這樣子 這樣子 了解 意思就是說 等一下用那個海帶 要去捲東西就對了 對… 好 你看 對不對 這樣子 OK 其實這道料理滿簡單的 對 我覺得 沒什麼挑戰性 是說 你怎麼可以說 自己的料理沒什麼挑戰性 沒有 小朋友有的時候 他都喜歡這種簡單 簡單的 這又快速 又不用花很多時間 這樣就一張 這樣就一張 你到底是要剝怎樣 他以為是麵餅皮 他以為是春捲皮 對 他以為是春捲皮 好 然後加一點番茄醬對不對 番茄醬 對 就往這個蛋皮的中心 投下去 會不會太多 不會 不會太多 不會太多嗎 真的嗎 你有看到營養師在旁邊嗎 營養師在哪裡 以理 以理 對… 我都以為她是 這兩個小孩子的媽媽 不是 不要亂愣 不好意思 人家還沒有結婚 不好意思 人家還是很有行情 有沒有 要跟他教我們報名的 專線在下面 怎麼這樣給他破壞行情 真的… 對啊 有空就來民權東路這邊逛逛 就這樣 對 好 把這個番茄醬鋪在蛋皮上 對 漂亮 像披薩 好像披薩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剛剛切了三個 長條形的海帶 對 就把它鋪在蛋皮上面 好 接著下來 就要把它捲起來對不對 對 捲起來要看功夫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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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因為 捲得要很緊 對 沒有啦 哪隻眼睛看到 妳這樣本來沒破 我嚇到都破 我的膽破 對啊 重點來了 牙籤 是 要給它插下去 插在中間 不然我們捲得那麼辛苦 對 就沒差 要給它固定就對了 對 OK 好 好 厲害 那如果為了這個視覺上美觀 我們還要去邊 去邊 好 好 去頭去尾 對 對 這個通常我們大人就先吃了 對不對 不然浪費 是 順著那個有沒有 那個海帶的 不是有三條嗎 對 它會有那個空隙 尖隙 有熱狗 把它切下去 有熱狗 對不對 再把它弄紮實一點 OK 你側面給我們鏡頭看一下 這是我 很漂亮 你看那個側面 好 我們剛剛已經在外面已經 利友哥幫我們做好了一盤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成品 很美 你來端… 利友哥這道料理完成囉 很漂亮 好 李李先幫我們來分析一下 營養價值 好 其實這一道看起來 真的是小朋友應該會滿喜歡 因為它整個外觀其實 我覺得小朋友好像感覺一樣 在玩具這樣 當成玩具這樣吃進去 它其實營養價值裡面 蔬菜跟蛋白質的比例 它呈現的是1比1的比例 所以如果媽媽平常在家 幫小朋友做料理的話 其實有蛋就要有菜 所以今天剛好用海帶 來當成蔬菜的來源 所以其實這樣營養蠻均衡的 了解 可是如果是有一些成人 如果他有一些 甲狀腺肌能抗靜的問題 甲抗的話 比如說有人會容易 眼睛突出來 或是比較容易緊張 手會抖 被醫生判斷了 甲狀腺肌能抗靜的 在吃海帶的時候 可能量真的就要少了 要控制一下就對了 小朋友來講的話 小朋友需要補充點 如果想要減肥的朋友 我覺得這道滿好的 因為減肥需要蛋白質 然後我們剛剛提到 海帶裡面有點 點的話可以提高代謝率 所以減肥也可以吃 但是減肥 就要把中間的熱狗拿掉 對啊 因為熱狗 實在熱量太高了 那可以換成黃瓜 有概念喔 不錯喔 對不對 好 當然我們今天提到海帶 我們要考考大家小知識小常識 然後順便考考晶晶 好 來喔 夏練哪一種食物並不環保 不環保喔 應該盡量避免食用呢 A 薑白菜 B 法菜 C 綠藻 來 夏練哪一種食物並不環保 不環保喔 應該盡量避免食用呢 A 薑白菜 B 法菜 C 綠藻 來 我覺得好像是綠藻耶 因為覺得取得不易就對了 就是好像會破壞生態的感覺 感覺要下去撈會破壞生態 還有那些 魚他們如果上面 他們要吃綠藻 把那些魚都嚇醒了 對不對 綠藻感覺會破壞生態 恭喜晶晶答錯了 答案其實是B 法菜 法菜 大家就在想說 姜白菜到底是什麼 姜白菜其實就是 我們在講的昆布 就是海帶 就是海帶 對 它是一種別名 其實這個名字很少人 很少人知道 控股是那個人家日本人 要去熬燙的嗎 控股 對 其實也有姜白菜之稱 我了解 但是為什麼答案是法菜 其實法菜這幾年開始 大家就會呼籲要少吃 因為它其實是長在草的根部 所以你必須要吃它的時候 比如說一片這樣 他們大概採收一公斤的法菜 大概要把一整片綠色的草 大概有3.5公頃的草都必須要除掉 所以其實你會變成那一片 3.5公頃很大 很大 3.5公頃很大 所以那個草就被挖起來了 所以那邊就會被 就是變成沙漠化 所以其實現在很多環保人士呼籲說 盡量是不要吃法菜 在對岸其實他們其實也是在 希望說法菜盡量都不要吃了 因為這樣子其實整個沙漠化 你沒有綠地 然後也沒有綠草這樣子 而且法菜的營養價值 其實在我們今天煮的海帶裡面 其實都有 了解 所以大家盡量為了要維護生態 然後保護生態 盡量避免吃法菜 因為通常法菜都會勾芡 勾那個羹有沒有 對 看起來好像很好吃 但是你其實你吃海帶也OK 對 好 接著下來我們就要換 長得漂亮 聽說它這個料理也是 為了上我們節目 這道料理也是研究滿久 我們來歡迎晶晶 好 接下來歡迎晶晶 要幫我們做這個 我覺得小朋友應該會很喜歡 叫做馬鈴薯海帶可樂餅 用的食材有哪些呢 有豬絞肉200克 馬鈴薯2顆 海帶50克 洋蔥1分之1顆 鹽巴少許 白醋少許 麵粉適量 蛋2顆 麵包粉適量 醬油1大匙 烏住1大匙 番茄醬1大匙 還有糖1大匙 你用的那個材料比 利友哥多太多 對啊 所以營養非常多 真的喔 好 我派了兩位可愛的小幫手給你 Gavin還有Rachel 拿東西的時候我們要幹嘛 GIVEN GIVEN 剛剛在旁邊也不跟他們配 好感情喔 那你們幫我拿馬鈴薯 還有海帶 還有洋蔥好不好 馬鈴薯 海帶跟洋蔥 GO 海帶 洋蔥 馬鈴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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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怎麼處理食材 第一步就是要先把洋蔥切丁 洋蔥切丁 好 切成條狀之後 我就會把它併在一起 然後再一起切丁 對 你要不要把它併在同一排 就比較好弄 這樣 這樣子也可以 因為我自己都是隨便切 因為最後我還會全部在這樣 就是用剁的方式 OK 就是把它剁得很小 小心喔 好 好 如果怕小朋友就是 怕這個洋蔥的味道 或是吃 會是吃到這個的話 就是再把它剁得更小這樣子 OK 我自己是有時候都會這樣子 切小一點 對 就是把它切小一點 OK 好 那接下來呢 那再來的話就是 我們的主角 主角就是我們的海帶 海帶 海帶你要怎麼處理 剛剛已經有講說 就是泡軟的那個過程 對 都已經做過了 對 那海帶的話我們因為要切得更小 推過來一點 好 然後就是多拿幾片這樣子 直接切 先把它切成短短的 對 短短的 所以你海帶其實是要切成很小很小 很小很小 對 所以其實這一道料理 切的部分比較麻煩一點 對 然後最後再把它全部弄在一起 其實也是有點類似我剛剛那樣子 就是用這樣子剁的 但是 就是大部分要先切開 這樣子 用剁的方式 好 好 其實每個人做菜都有它的方式 對 其實如果家裡面有一些那種 攪碎機 還有那種直接 給它攪碎機 一秒鐘就好了 對 其實這樣就滿省事的 所以你先放這邊好了 OK 好 我們剛剛已經有剁碎一些了 像這樣子 海帶要把它剁成這樣小小的 細細小小的 OK 好 那接下來呢 剁這些菜的過程中 馬鈴薯就可以先放在電鍋裡面蒸熟 蒸熟完之後呢 我們就去皮然後把它切成塊 對 那接下來 然後就用這個 我們這個壓馬鈴薯的這個 把它壓碎 好 因為其實切塊會比較好壓 那大概壓稍微 那太香 已經成有一點泥狀的時候 我們要稍微調味一下 好 我們要加入一點點鹽巴 那這邊已經大概是差不多一匙的量了 好 然後還有一點點的白醋 加白醋啊 對 一點點白醋 我們要去調味 好 那就繼續再稍微壓一下 為什麼要加醋啊 應該就是跟你一樣吧 可能也是要釋放出 什麼物質吧 這可能要請問一下營養師了 通常像立友哥他加的是 因為他釋放出海帶的鈣質 對 但是他這個加醋 其實我有點不太知道 我也有點不太知道 這是提味吧 應該是味道上 可能是也是要 稍微讓這個可樂 可樂餅 可樂餅 可樂餅有一點點 中和味道的那個感覺 對 沒有 因為其實漂亮女生 在做菜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看著食譜 食譜 食譜說要加什麼 食譜說要加 我們就乖乖的給他加什麼 我們就加喔 以免說沒有加那個東西 可能會失敗喔 對 不曉得 就是可能做完之後 會跟平常在外面吃的不是一樣 對 所以廚師是這樣寫 我們就這樣加喔 我跟你講 所有的創意 最先都是先模仿 先模仿 然後做了一次兩次 你可以去調整 對不對 自己可以慢慢再加 自己喜歡什麼口味再加 還可以加九層塔 加九層塔也太詭異了 再來的話 因為我們這個可樂餅裡面 還要加這個豬絞肉 其實在豬絞肉 我們要放下去油鍋裡面炒 對 在炒的過程中 它大概有一點點 變成白色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要加入我們的 洋蔥嗎 還是什麼 胡椒 還有鹽巴 OK 鹽巴下去做調味 就是本身裡面的這些味道 剛剛我們準備好的料 海帶末跟這個洋蔥丁 就一起放進去我們的豬絞肉裡面 然後一起炒 就把它炒熟這樣子 是 最後呢 在這邊 所以炒完之後就會像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海帶是 就是一點一點的點綴在上面 就和在裡面的那種感覺 然後還有洋蔥丁也在裡面 OK 而且其實就是因為怕小朋友不敢吃 或者是他怕吃到那個味道 其實就是把所有東西 都弄得很小很小這樣子 那我們再把這個放進去 剛剛已經壓好的這個 馬鈴薯泥裡面 把它和在一起 這個很費工耶 有沒有 跟翁立友大哥那個完全不一樣 然後你直接用手 對 因為我有戴手套 好 你要不要用大一點的碗 好 這道菜應該是早上起床六點 弄完之後是晚上六點 不是 吃個中餐 我那個很快 對 那就是把它攪拌均勻 對 可是看金金做菜真的就會 邊看肚子就餓了 對 因為美女做菜就覺得很開心 而且很少有穿那麼性感在做 所以你們要媽媽們 你們要做菜給老公吃 要讓老公開心 因為穿洞洞裝 要露一點肚子的 也不錯 或是穿圍裙然後 OK 大家可以自己想像 畢竟我們八點節目 所以大哥是笑得很開心 圍裙是一定要穿的 是啦… 穿圍裙 你們要穿什麼 你們自己決定 就自己決定了 是…OK 好 這樣子 其實也攪拌得差不多 攪拌均勻之後 接下來就是一個重點了 其實就是要把它塑形 其實比如說像小朋友 可能喜歡吃丸子型的 你就把它擠成丸子型的 我覺得今天就是一個份量 我把它壓成餅狀的感覺 OK 對 然後我們要把裡面的空氣 就是全部都壓出來 你要用煎還是炸的 用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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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看小朋友的食量 我們就決定說大概要 這樣子的大小 這樣子的大小 OK 對 因為我們做完這個型之後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就是 要放在冷凍庫裡面 30分鐘 定型 了解 以免它待會兒在炸的時候 會散掉 整個都散掉了 對 所以說這個 剛捏好的 還要放到冰箱裡面去 冷凍30分鐘 冷藏 冷藏 冷藏嗎 好 口誤再一次 再一次 冷藏30分鐘 定型 所以這個是已經 冷藏過30分鐘的 了解 對 那炸之前呢 一定要準備三樣東西 第一樣就是麵粉 是 然後第二樣是我們的蛋液 是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麵包粉 好的 那怎麼弄呢 我們第一步就是先沾 第一步先沾麵粉 對 好 然後我們都把它沾均勻了 確定每個地方都有沾到了 對 再來就沾蛋液 再沾蛋液 這感覺好營養喔 對啊 有沒有 對 這做出來應該會很香 因為有雞蛋的味道 對 然後再來重點就是我們的麵包粉 麵包粉就增加頭感 脆脆的 對 我覺得你們分明是要逼我 跟納豆 我們是要逼你吃納豆 沒錯 它的一看料又比我多 對啊 看起來就比我好吃 問題是你有番茄醬又有熱狗 小朋友會喜歡 那有番茄醬有什麼用 你看它程序那麼多 程序多的並不代表 最後會呈現出來好 你幹嘛對自己那麼沒信心 不是我沒信心 我對你們沒信心 這樣子 這樣就完成了 OK 那就把它送進油鍋炸 送進油鍋 可是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像我們在家裡面 可能沒有測溫的 了解 測溫的 那很危險 對 所以我們 我們有準備這個麵包粉 對 所以其實油鍋你大概 你覺得它熱得差不多的時候 就可以丟一點點 麵包粉進去 對 如果你一丟進去 它馬上就浮起來 對 就表示油溫已經夠了 了解 可以學起來 對 那在炸的過程中 如果你試完 你覺得油溫已經夠了的時候 就要轉稍微小火 小火 因為不然可樂餅放進去 很快就會焦掉了 了解 所以這是一個小小的撇步 好 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就轉小火之後 油溫到了之後 轉小火之後 就可以把我們準備的可樂餅 放進去炸了 是 那我這邊已經有準備好 炸好的 炸好的 但是跟我的形狀不太一樣 是 你剛剛捏的圓形 你剛剛在那邊 所以給它示範兩種不同的形狀 對 如果剛剛有講說 如果小朋友喜歡吃 丸子型的 就捏丸子型的 那小朋友如果喜歡吃這種 餅型的就餅型的 那這個是屬於比較長條形的 好的 妳就直接這樣吃嗎 妳有要沾醬嗎 沒有 這是 這個只是可樂餅的部分 OK 對 因為如果我們今天 小朋友比較挑嘴的話 對 就還要給他一點點醬料 醬汁就對了 對 醬汁的部分 那這邊的話也要告訴大家 這個醬汁怎麼調 好 醬汁怎麼調 醬汁的話 我們要準備四種醬料 對 一個是番茄醬 番茄醬 然後這個是烏醋 還有我們的醬油 還有糖 這個就是一個畫龍點睛的效果 了解 那所有的比例都是1比1比1比1 所有就是都一份就好了 那我們就把它全部放進來 OK 放進來一個大碗裡面 糖 好 烏醋 把番茄醬放進去 然後我們把它攪拌一下 這樣子我們的醬料就完成了 可以放在旁邊 就是讓小朋友選擇 要不要沾我們的醬料 對 然後家裡面的大人 也可以就是一起吃 好 這個題目 我們當然要考一下利友哥 還有觀眾朋友了 來看一下 海帶富含鐵質 吃完海帶之後 吃哪些東西可能會影響 人體吸收海帶的鐵質 A 茶 B 蛋糕 還有C 紅豆湯 吃完海帶之後 吃哪些東西可能會影響 人體吸收海帶的鐵質 A 茶 B 蛋糕 還有C 紅豆湯 A 茶 為什麼這麼篤定 因為那個茶 像吃肥肉 人家都起油車有沒有 有 對 對啊 我覺得解膩 然後他也會帶走一些養分 喝那個什麼鹼脂茶 或是說什麼油切什麼茶的 搞不好切完之後 他把一些養分也帶走 烏龍茶有沒有 有的喝起來就很澀有沒有 對… 好不好 你這個答錯馬上就要吃納豆了 你為什麼整晚這一整集 都一直要給我吃納豆 因為納豆已經在旁邊了 納豆已經準備好了 對啊 你要不要換 我換 搞不好 我覺得他在誤導你 搞不好就是這一題 就是A對 你叫我換搞不好就是不對 真的好 那你不要換 我換 不換 我們那個納豆拿進來 好 恭喜你答對了 你看他的臉超慘忌的 來 真的不愛納豆 原因答案真的是茶 所以吃完海帶之後 如果喝茶會影響是不是 其實因為如果 我們一般要補充鐵質 會從動物性來 但是今天因為海帶 它在植物性裡面 算是真的是滿富含鐵質的 植物性的鐵 所以其實它的鐵叫 是植物性的鐵 植物性的鐵很怕在 你吃完之後 喝茶或者是咖啡 因為其實這兩個 尤其是茶裡面 它有一些柔酸的成分 它會影響到裡面鐵的吸收 所以基本上 如果有一些吃素的人 他已經沒有在吃肉了對不對 然後他又要補充鐵質 他從海帶裡面吃完之後 我們建議就不要再飯後 大概一個小時以後再喝茶 可是很難避免 台灣人最愛在 吃完飯之後說喝一杯茶 對 但是如果沒有吃素 那還OK 沒有吃素就還OK 好 都學起來了 恭喜你逃過了一劫 好 接下來就是大對決了 那個利友哥的是 非常簡單的雞蛋海苔拳 PK上很複雜 很搞剛的 我們金金的馬鈴薯海帶可樂餅 到底誰會獲勝呢 好 到底我們今天 金金還有利友哥的PK 攸關於利友哥 到底要不要吃納豆 生死就在一瞬間 一瞬間 小朋友 四位小朋友吃完之後 看看他們的表情 然後他們最後投票 就可以揭曉了 OK嗎 金金嗎 利友哥 反正那個早知道我 就不要說我討厭吃納豆 對啊 因為你們以後 任何製作單位 都會拿這個來威脅我 我就說你實在太誠實了 我說真心話 我最討厭吃的是干貝 你們就用大量的干貝 跟龍蝦肉來嚇我 我聽妳在放風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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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討厭吃波斯頓龍蝦肉 對 對不對 對 我一問到就想吐了 好 好 現在就馬上小朋友來試吃 我先讓利友哥來看看 他們吃你的食物的表情 好 來 我們來吃這個熱狗的 不是直接吃熱狗 那個Ryan Ryan你要這個整個吃掉 不是吃熱狗 這邊這邊要吃掉 好厲害喔 直接跳熱狗吃 棒棒好棒棒好棒棒 我太羨慕Ryan了 等一下你輸我會為你吃納豆 對不對 看他們吃好像很好吃 不是 讚 番茄醬好吃 熱狗好吃還是蛋蛋好吃 全部都好吃 這誰的女兒怎麼這麼夠膽 像這種的早餐還假整個 對啊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吃 金金的可樂餅了 好緊張喔 好 來 可樂餅 可樂餅 不得了了 投票之前 我們先讓你參考一個數據 因為呢 伊莉在我們節目很久了 她通常預測都很準的 八九不離十 來 伊莉幫我們預測一下 我覺得利友哥這一道菜 說實在的 它滿清爽的 清爽的話聽起來不太妙 是有一點大人減肥 很適合的食材 其實真的還不錯吃啊 因為其實那個海帶 其實本來就有QQ的感覺 然後跟蛋液加在一起 其實營養真的滿分 可樂餅有一個好處 我覺得 如果有時候小朋友 不喜歡吃蔬菜 或是像海帶這種東西 他把它藏在裡面 說實在的 因為可樂餅其實是很多 媽媽藏東西的 很好的會做的東西 對 可樂餅吃起來其實 我覺得非常的香 所以那 整集我們兩個 對不對 都是鄰居 以理相待 知道嗎 沒有 你大膽預測一下 大膽預測 我可能會幫你吃納豆 吃一小口 我覺得可樂餅可能會 可能會贏 可能會贏 對 因為可樂餅就香 真的 對啊 製作當然不公平 那個程序那麼好 那麼多 還豬肉炸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一切就是要把你 就是讓你吃納豆啊 這一場陰謀 既侯佩晨為你吃納豆之後 補一佩為你吃納豆 不要對不對 我們來看小朋友投票好不好 右邊那個是熱狗喔 左邊是那個可樂餅 可樂餅你知道是什麼嗎 你剛剛說超好吃的那一個 有 兩個都買有番茄醬 好 投票 你不能去站在那邊 沒有 我怕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怎麼去走這個路 你知道嗎 你是負心生是不是 他不知道怎麼走這個路 右邊是熱狗 左邊是可樂餅 Gavin 你知道你要投給誰嗎 好 我知道 請投票 我知道 Yeah Give me five 再來看一下 有夠欠揍的 好 來 換那個Rider Rider 右邊的是 什麼 熱狗 左邊是那個馬鈴薯的可樂餅 好不好 好 請投票 來 看嗎 2 1 1 1 所以關鍵的一票會落在 Rachel身上 Rachel 來 我已經脫離納豆 真的 你現在已經沒有危險性了 好煩喔 沒有危險性 平手也要吃 Rachel 你知道你要投給誰 好 來 Rachel 右邊的是那個 什麼 熱狗 然後這邊是熱狗 然後那邊是有馬鈴薯的 好不好 好 投票 投票 利友哥 對喔 利友哥 你說說看我是不是心地善良 真的救援你 你救援 你神救援他 你知不知道 你剛剛那一道魚裡吃完之後 他說 這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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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輸 你的意思是說 我剛剛請製作單位 他會在上面幫你加了很多番茄醬 番茄醬 所以 那我們乾脆就不要做菜 我們就整集就餵他們吃番茄醬 不行啦 不行啦 你這樣子 你這樣子是擺個彎在汙辱我 不是啦 醫師兄是說 無貴乎 這個是番茄醬贏 不是 不是 因為金金上面也有番茄醬 所以我為了公平起見 不過沒關係 我寧願被你汙辱 我也不要吃辣豆 OK 最後 兩位都已經來現場 金曲歌王有沒有 還有金金都來現場了 是不是應該為我們開賞一下 好啊 這是我的榮幸 而且我真的很開心 能夠來這邊上這個節目 好 最後我們就來聽兩位 來合唱這首歌曲 為你大行光 是唱這首歌曲 請唱這首歌曲 好啊 來歌曲 愛君的年輕 是人的紅色 也是君 永遠的記憶 送你送大家 無需要感謝 心甘情願 君第一名 為你送彼伯 為你百度定 為你悠悠 擔心我 三文三九千 月尿真好看 愛運到愛 到看託 有準你看託 早晚要吃飽 南中南 青海水水 愛運 麻煩 同地無人一生 提醒了 去念 天有真好看 愛運到愛 到疼疼 不准你看看 早晚要吃飽 咱就兩人穿海水水 愛運也寬痛在我一生